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丑朋友圈 我是你们的欢乐轰炸机哈哈头 远姐 你还别说我 真的 作为一个资深游戏迷 我还志愿给我以后的儿子 取一个跟游戏有关的名字 曹吉玛丽 这名字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寓意也不错 真的 我希望以后我的孩子能蹦蹦跳跳 轻松赚金币 顺便还能有个一技之长 是不是 输成下水道 缺点就是老用头顶砖块 可能就影响肢力发育 这取名字不容易 我还是再想想吧 同样喜欢玩游戏的胖虎 最近遇上点麻烦事了 在朋友圈里开始吐槽了 现在有的游戏真的是很过分 动不动就叫你冲钱 动不动就叫你邀请好友 拜托 我就是没钱没朋友 才来玩游戏的好吗 玩游戏怎么不喊我一起 因为不想和你做朋友 谁还记得 手机设计者的处众 是希望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和朋友多交流 让我们的车销更加便捷 现在的手机真是变味了 如今多少人一到了周末就是过着 刷发 WiFi 手机 游戏 外卖的生活 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想一想手机设计者的处众 你们练红不练红 电视机前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你举手给我看看 反正我就是其中议员没跑了 朋友之间能够面对面地多联系 真的 就挺好的 聚会的时候还会有惊喜 真的 你听我朋友老白怎么说的 过生日那天 认识很久的姑娘从包里拿出一本相册 她眼里全是爱 拉着我在她身边坐下 你看 这是我们刚认识 这张是第一次一起玩过山车 还有这个 我真的已经快哭了 就快翻完时 我泪眼婆做的说 挺好的 你男朋友每张都挺上向 有一说一这姑娘有点过分了 那你们这些点赞的人 都是什么心态 我们是爱看热闹的吃瓜群众